大家好,我是Den 没有上传证据,是因为觉得真的不需要再引起骚动 不想做到那个地步 但是那个人的粉丝们一直骂着脏话要求 证据,证据,还是证据 这些人真的是为了那个人着想的话 为什么会一直要求证据呢? 是脑子不好吗? 还是真以为我说的都是谎话 如果那些都不是事实 我应该早就被告,现在应该在监狱吧 请不要再提起那个事件来欺负我了 我是这十年来靠着药物治疗坚持的患者 看着我的精神科诊断内容 我都觉得我好可怜 请不要再说那个人因为我而被骂 你都不觉得他可怜吗? 这种不相话的话 如果以粉丝的立场真的希望我公开的话 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多 我会以贴文公开的 然后附上了一位网友的私信截图 你的空间只说你的故事就可以了 你以为别人会喜欢你提起他们吗? 因为你的SNS弄垮了几个人 现在竟然就因为几个酸盐装可怜 你知道因为你有多少没有罪的人在承担酸盐吗? 说实话,我觉得比起你几名更是可信 请将证据发给我 如果几名做了超出队长身份的事情 欺负了你的话 我会为我的留言道歉的 我会公开道歉 你每次都会一点一点的修改留言 这次应该不会吧 你的嘴真的很不干净 既然你们那么想要 我就上传个最弱的资料 放心吧,我不会公开所有证据 不过最起码还是要听你们1%的话 我可能会少被骂一点吧 如果觉得我上传的贴文有点弱 就随时带着脏话评议要我再上传吧 如果几名真的做错了 当然要脱粉 但是目前为止依我看来 几名对团体真的是真心的 所以希望你能全部都传送给我 我也不是没有教养的人 如果当初你拿出证据后爆料的话 我应该会脱粉的 如果几名在你之前先上传了 隔手碗的照片的话 一定是你会被弄垮的 不要让你的粉丝们接入 一对一的把证据都发给我 反正如果公开上传的话 你的粉丝们一定还会骂别的人 为什么我会被弄垮呢 我又没有骂人又没吃饱 然后为什么我要一对一的 只给你看证据呢 你以为我是你的狗吗 然后支持那个人的那些人 都接入后再骂我 而支持我的人就不可以接入 你说话真的很没有逻辑 像你这样不只是要求证据 而一心想要踩踏我的人 真的太多了 我会自己判断的 之后米娜上传了一张 医院病例记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患者是在2016年2月27号 到2018年3月20号 因为被证断为严重的忧郁症 感情起伏 不安 焦虑 失眠 自发疏等症状持续发生 而接受了药物治疗 以及面谈治疗 患者在本院治疗当时 正以团队歌手活动 因队长的气零跟语言暴力 而反复出现了心理压力 目前患者在另外一所 精神科医院接受药物治疗 现在也是持续有 恐慌障碍等心理不安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真的很心疼 有多么委屈的话 会公开这些呢 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他的粉丝们 不应该要安静点吗 为什么持续的发私信 给米娜让他发文呢 是真的笨吗 是真的希望米娜拿出证据吗 我也是高中时候 曾经遭到同样的事情 现在也在接受忧郁症治疗 没有遭遇过的人 是永远都不知道 米娜你有多痛苦的 加油 现在在韩国 虽然还是有很多这种 支持安慰米娜的留言 但是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留言 好像总是把忧郁症 当成是盾盘在用 说一点苦话 就当成是酸炎 说实话 一开始米娜不是说 成员们有安慰她 除了队长 还一起吃饭了什么什么的吗 怎么突然就说 其他成员们是旁观者 也不明确的说明呢 自己受到酸炎 就觉得很冤枉 把所有成员们 都丢给酸民们来骂 就没关系吗 可能到现在还被说 是旁观者尔被骂 这也没关系吧 那个读尾是疯子没错 但是你拿出来的 也不能当成证据来看 医院本来就会按照 患者说的内容而写的 对于部分网友 持续的要求证据 以及米娜公开的证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您一定会早前以前 池卵盐 1人 1人 3人 2人 1人 4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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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 123 3 5 咖啡 嗯 嗯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